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有感觉,谈谜,未知世界,我是杨阳 海市蜃楼会是另一个宇宙过来的空间吗? 有不少人都见过海市蜃楼,但人们惊奇地发现 很多海市蜃楼的景象都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 在古时候就有人认为,海市蜃楼可能是来自另一个神奇世界的画面 在传统的科学解释认为,海市蜃楼是一种因为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 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 其本质是一种光学现象,而且科学家还专门做过实验 利用一个小装置,使光线从水里投射到水和空气的交界面上 就可以看到光线在这个交界面上分两部分 一部分反射到水里,一部分折射到空气中去 不过有好些人认为,地球那么大,加上不同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复杂 一个小小的装置实验并不能说明一切 而且在网络信息发达的社会 人民也经常找不出海市蜃楼中出现过的画面在现实中的对应 关于这些问题,平凶宇宙之说便开始流行 但海市蜃楼中的画面是否就是另一个宇宙的世界 还是因为紧紧光的折射呢 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毕竟还真的有一些网友找到了海市蜃楼中存在的对应世界了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?意识的真相在哪里?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,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